近期台东地区发生了多起年长者的交通事故 大午分局主动的结合了大午乡公所和太马里天主堂 利用年长者聚集的机会 前往会场实施交通安全的宣导 希望能够建立长辈们的交通安全观念 降低意外事故的发生 如果坐车还是开车的也好 还是坐在后坐前坐都好 都一定要系上我们的安全带 为了增加长辈们交通安全观念 大午警察分局主动出籍 把握每个长辈聚集的机会 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 宣导范围包括案例、法规等 希望让长辈们更加了解法令规定 大午警分局也特别准备了许多小礼品 进行有奖侦达 让整场宣导更加热闹有趣 头跟党工玻璃来得比较硬 哪一个人可以 打工玻璃 如果不相信 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同伦来示范一下 头去撞打工玻璃 看是头先破还是打工玻璃先破 然后我们呢 记住回去要告诉我们的小孩子 警方强调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定 除了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其他人 呼吁民众多一分小心 就能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判俊卫大午相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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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